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通神 是不先移动 然后才有生法的移动 打击力度不是你想象得到的 好像神的福祝一样的 吴家泉在香坛开征历派以来 已传承了两百多年 我现在是第六代 开了一个吴家泉馆 也教一些学生 我练吴家泉是我在十五岁的时候 都是由于一种纯粹的西方 吴家泉的基本功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种发力的一个成功的练习 一上来练习的话 它就是步法 生法 手法 同时练的 你要有积极对抗的能力 必须是活步的 所以吴家泉里面是没有公布马步的 它主要是喊却步 脚背泉直 指尖落地 有威出不出之势 它不是一个定步的一个动作 吴家泉有一个讲究呢 叫做一出三不归 积极手 照耀一掌 雷脚掌 三个动作是一个组合的 撞着 腰胯 发劲 攀拳 立法就是我们正心移动产生的撞劲 五枚发 一切手 一吊 一掐 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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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伐带动生法 体正乘以移动的速度 加上手臂屈伸的合力 就等于我们技打的力度 我们俗称摇篮力 第一次打 这个 不要紧张 在这种实战 实战对抗成天 才能够进步 才能够提升 紧练 我儿子他从小就练吴家泉 也希望他能够把我们吴家泉 能够发现光大 所以从小就压着他练 小时候把他抓过来练拳 他不爱练 然后练练跑了 跑了又抓回来 等一下又跑了 什么 我打不过我爸爸 这是必然的 打起家来我就跑 然后那时候就不爱学了 小龙十八掌 这些都是电视剧的电影的 知道这些东西是假的的时候 你就发现 好像就这么回事了 那个时候就感觉 他说的特别不认同 什么都是错的 不想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非让你做 你可能就是不愿意去做 对 打出来 拳 打上 打上去 哎呀你这个 打上去 一拳一拳打上去 我们现在练习的是这个 是这种吴家泉的招式 但是到了这个大学的时候 知道这个动作的意义了 为什么这么做 怎么去这个攻击别人 他是有积极做的吗 知道了这些道理了之后 再去练的时候 他又是不一样的 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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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出来 这个吴家泉的动作 给他拆成单个动作 然后去练习 发现确实积极性是挺强的 所以我从那个时候 就开始更深入的去了解 这个沙腾呢 是吴必达祖师啊 一直传下来的 训练方法 我们呢也练了这么多年呢 但是我儿子呢 又又又在这个沙腾练习上面呢 加一个这个弹力带 一开始啊 我是不太认可的 没有什么意义的 但是后来呢 我试了一下 这东西呢 加了弹力带以后 牵引力增大了 对于我们这种 腰腹训练啊 又是一个提升 武术 他不是说 你学会了 就练好了 你学会了 只掌握了这个方法 真正的功夫 是靠你 发这个时间和精力 去练习 任何一阵 门派的武术 都是在 不当地提升 不当地追求 更高的境界